今天举行的中俄海上联合2013演习看点颇多 本次演习中俄双方都出动了主力的舰艇 俄罗斯方面几乎出动了太平洋舰队的全部主力舰艇 而中方舰艇则是由北海南海舰队的七艘主力舰艇组成 也是中国海军历次中外联合演习当中派出兵力最多的一次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2年参与过中俄海上联合2012演习的沈阳舰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导弹驱逐舰 该舰装备有先进的舰队空导弹防御系统 主要担任编队进攻性突击 编队防空 反潜等任务 和沈阳舰同一型号的十家装舰 装备具有先进水平的防空导弹系统和反舰导弹系统 雷达探测能力显著增强 具备远程超视距打击 中远程区域防空能力 信息化综合作战能力提高 弦号为169的导弹驱逐舰武汉舰 是南海舰队主力舰之一 是一种防空 反潜 反舰能力均衡的远洋驱逐舰 导弹驱逐舰兰舟舰是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 新型防空驱逐舰的首舰 隶属南海舰队 兰舟舰是我国海军第一代具备相控阵雷达 垂直发射系统的防空型导弹驱逐舰 被誉为中华神盾 烟台舰是我国产新型导弹护卫舰 该舰采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和舰体的优化设计 具有对海 对空 反潜 对岸火力支援等多方面的作战功能 是海军当前现代化水平较高的战斗舰艇 2012年6月入列的延程舰和烟台舰属于同一型号舰艇 延程舰是海军当前现代化水平较高的战斗舰艇 主要担负编队的指挥 反潜 协同编队防空 并为登陆作战提供火力支援等任务 入列当年就形成整体作战能力 洪泽湖舰是人民海军服役最早的大型远洋综合补给舰 主要担负伴随保障远航编队途中补给燃油 淡水和食品 可在复杂海况下进行立体补给 2002年5月至9月 洪泽湖舰历时132天 总航程33000多海里 完成了海军首次环球航行